美国通胀严重,全球避险情绪升温,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,而黄金迟迟未动,通常横有多长,数有多高,未来黄金价格可期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近期,美元受到美国通胀高企的加息预期影响,价格突破95整数大关,而黄金不跌反涨,这一走势可能意味着黄金价格存在极强支撑。 黄金价格1800美金有支撑的三个因素。 一、全球通胀严重。 10月份美国CPI年度上涨6.2%,创30年新高。 机构开始押注美联储2022年6月的会议上提及加息,投资者更倾向于寻找保值抗通胀的投资标的。 二、RCEP加资金回流。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2022年1月1号生效,利好亚洲经济。 而亚洲经贸活动的繁荣也会推动黄金的实际需求,毕竟亚洲人的平均黄金购买力和投资力更强。 三、黄金ETF过去三个季度外流严重,而未来ETF开始逐步买入黄金,也会推动黄金价格上涨。 各央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期也会寻求15黄金作为信用背书的一个要素。 综上,黄金在基本面上利空出尽,在技术图形上开始多头排列,未来突破1916美金的概率逐渐加强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-8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 下期节目